就是这一张落寞的背影照片 他是代表中华台北到哥伦比亚 参加世界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的 台湾小将叶耀文 却因为没有撑杆跳的长杆 可以使用被迫弃权 中天新闻一揭露 引发各界关注 田径协会秘书长张景成 却是隔了三天后才出面说明 表示拖映过程中辗转出了问题 加上飞机转机 常聚在五公尺长的杆子 而且比赛国家不是一线大城 因此拖映器材常会遇到问题 但马上被网友打脸 出国大机托运行李 成了最首要的问题 但是如果您的物品长宽高 总和超过两百公分 就必须事先跟业者申请 田径协会的发言 马上被抓包根本在说谎 有网友在PTT发言 职称协会根本没认真找 有间联合航空网站上明确指出 可以帮忙在运撑杆跳器材 而且可以辗转运送到 举办赛事的哥伦比亚 网站上也载明 允许撑杆跳器材运送 来往美国加拿大波罗尼克 单程加收150元美元 另外以国际航空公司为例 华航也规定物体总尺寸 超过两百零三公分 事先申请就可以 更别说曾经帮忙运送 活体熊猫的国际DHL 货运业者也能帮运杆子 一定要事先去沟通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航空 那他适适合 可不可以允许 我们的甘子要跟着配送出去 没积极帮选手处理器材 托运出包还怪航空公司 没想到却是谎话连篇 田津协会的罗斯丁 恐怕是忘了栓井 记者董耀俊协会台北采访报导